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其实每年都有逐渐在增长的趋势 那其实每年大概有1万多人会得到大肠癌 那有大约5000人是因为大肠癌而离世的 可是其实只要大肠癌早期发现 早期筛检发现的话 提早做治疗 其实是可以赶快去做治疗 就是会减轻 可以拉长病人的存活率 如果治疗的好 存活率也可以高达90% 所以你刚刚讲到两个数字 一个是每一年大概会新增 大概一万多名的大肠癌的病患 然后有5000多个人 是因为大肠癌而死亡 所以这个大肠癌的死亡率其实不算低 但因为如果说 现在这个检查的机制其实是蛮普遍的 如果说能够确实的做好 这个检查的机制跟把关的动作的话 其实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死亡率 那同时也拉长这个存活的年限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了 如果说想要做检查的话 针对于我们大肠癌的筛检的部分 筛检有哪些呢 大肠癌筛检其实就只有分辨前血检查 那其实它是一个最安全而且最方便又快速的一个检查方式 所谓的分辨前血检查就是留分辨的意思吗 对就是我们就是会到医疗院所那跟医疗团队那边讲 那他们会再给你一个盒子 那就会请你回家取分辨这样子 那主要是要看分辨上面有没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血液 因为有时候大肠癌或者是息漏会因为分辨通过的时候 会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血液停留在上面 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检查 然后可以发现说它里面的血液是否有存量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可能就要进一步做大肠镜的检检 所以初步就是经由这个留分辨做这个分辨前血的反应的检查 然后如果说有疫状的话再进一步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 对不对 好 那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是所谓的高危险群呢 一般来说统计下来是50岁以上的人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那其实有百分 国人有20%是因为遗传的疾病 这是遗传性疾病 那也有80%是因为肥胖还有生活形态不良 饮食的 饮食造成的 对 好 如果吃东西吃得不够健康 然后再加上这个家族有这样的遗传的病史 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 对 好那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的 有一些症状像是发现粪便中 解便时候发现粪便中有血液 有黏液 黏液或者是大便变细 变得比较细 那还有说 那大便的次数频率 次数频率变多 它整个习惯大便习惯改变 或是你有突然严重的便秘 或是严重的腹泻都有可能有这样的症状 那甚至有些人就是可能我们腹部直接压会摸到肿块 那当然这不是说我摸到这些东西就 或是遇到就一定是 对那可能就是 可是这症状如果持续两周以上 还是建议到医疗院所请医师帮你们做检 是的 那你刚刚讲的这些症状持续两周以上才需要就医 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可能一周就已经没有发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这样还需要就医吗 我们可以先观察看看 可以先观察 可是如果说自己还是担心的话 我们当然还是说建议去检查会比较保险 对因为不是每一次的在筛检过程中 我都很幸运的可以筛检到那个 那个粪便上面的血液 那如果说我们做了 您刚刚有讲说检查最主要的就是做粪便前血的这个测验嘛 那如果说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读这样的结果 然后要怎么样去配合医生做下一步的检查 一般检查结果如果出来是阴性的话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 每两年去追踪一次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那如果出来是阳性的话 那我们可以到各个医疗院所 那医生会在 比如说挂那个直肠外科 然后肝胆肠胃内科等一些相关的专科 他们会再协助你做进一步安排大肠镜的检查 那大肠镜的好处是 我们可能在直接在做大肠镜的时候 可能就是如果有发现癌症或者是息肉 医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直接切除 对那也把它直接做切片送检这样子 再来确认说到底是癌症或是单纯的息肉 好那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议题 应该是要挂哪一个科别或是比较正确一点 肝胆肠胃科或是一般那个 那个职肠肛门科都是可以挂的 都是可以的 做过这个相关的检查的话呢 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今天我们很谢谢我们的护理师 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 有关于肠胃道保健的一些相关医疗讯息 再次谢谢您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 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更多的医疗讯息 我们就下一次见